從我的書 東山中 一起書地 在北海三五間 碰出來 那若沒有 那若沒有是要怎樣 那若沒有 賣相在這裡 說我咪咪咪咪咪 那裡 我爸爸說過九居 七五十年生 我是禮異 台禄人 那邊都是說 那裡是 那我是說 既然到九居 外皮 我怎麼改成 火贏魚 火贏魚就是這樣 我的特色就是 這兒子有漸層 他的色彩有那麼多 差不多一球 五公園的時候 我老闆跟我的阿公 都順利全省魚人在那裡 因為那是買票的 所以一定要做好看 人家觀眾比較 買票去看 所以我老闆跟我的阿公 他們就開始研究這兒子 為什麼要做得更另外的 或是他的色彩 比較漂亮 或是說 紅子比較大 所以我們團的魚 紅子 他就改進來 而且你看 這個紅子 很順利 會回來 這個回來的紅子 全世界 我們台灣有而已 可以說其他的國家都沒有 這個紅子 這個叫做 古早就有了 經常他們這個紅子 以前是在 當時有戶外 是沒有錯 但是戶外 我們台灣人 有比較聰明 一定會改進 我們台灣的紅子 一般是用兩支 找到 有的一支找到 就能夠這樣 人家說 留一支頭髮 全身褲就在上面 就是我們台灣人 比較強 我們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演戲就是要讓觀眾 看 要讓觀眾高興 所以我們都盡量演給觀眾 會愛看 我們聽聽 這是我們 我們老爸以前 一直告訴大家 我們做的就是要用 所以我們堅持這個環節 現在現在是跟 譬如說在燈光 以前是都用這個 色紙 現在不是 現在有LED 閃光 很多 所以我們就是 加了這些新的原始 做工 流浪 到我第六代 像這樣一個出來 我的孩子 我這次已經第七代了 我這樣 開始在訓練第八代 我也是希望 可以多吃幾年 看到那個石馬出來做 塗裝跟品質一樣 就是也是一種工藝 因為就是 從打板 畫板 的線條 就是差0.1 0.2公分 都會有差 然後到 材質跟製作 裝飾 例如這個文字秀 跟這個亮片的秀 也都是 真的是一針一線 快不起來的東西 然後 它是一個很重複性的動作 光是秀而已 可能要上百個小時 因為影戲其實在全世界各裡 都有 但是我想呈現的是動畫兵器團 所以我決定 用他們的老劇本啊 戲歐啊 劇服 我想讓大眾一眼看到 就知道這個影戲 這套西裝是用 孫悟空達 獨角大王的劇照 中的光影的變化 然後重新編排 去拼接成像分鏡 像卡通分鏡 在追逐投票的效果 這件文字群 是用一整天秀上去 然後 因為已經80年的老劇本了 書頁已經有點斑駁 所以我們需要修補回來 對 有點復刻 這個老劇本的概念 牛皮需要怎麼去呈現 後來想到的是 用做婚紗 做裙子在使用的紗網 然後一層一層去堆疊 可能六層八層到十層 讓它有那種牛皮 半透明透光性的質感 再用亮片當作的顏料 去全食品系 上面的圖案 然後再去加以重新編排放大 工藝是對在細節上面的要求跟執著 還有堅持吧 跟耐心 用另外一種美感帶到服裝上面 跟歷史傳承文化 跟現代生活做結合 變成是可以穿在身上 有實用性的服裝 其實除了實用性 它也是一個展示文化的概念 謝謝唐宗謙設計師 以及東華品團 張福國團長 謝謝唐宗謙 和漫畫師 張國福 謝謝唐宗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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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唐宗謙